大家好朋友们啊 8月30号2021年 现在是9点33分啊 这儿得到了一个消息啊 我这儿得到了一个消息 说是这个演艺圈啊 可不限于赵薇啊 包括之前的范冰冰 现在他是这么说的 说刚刚得到消息 第三批今天立案的 有杜海涛 张一山 有这个张一星 姚晨 杨子 关晓彤 张一山好像是跟那个宋丹丹 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情景喜剧里边吧 演宋丹丹的儿子吧 杜海涛 什么张一星 我都不知道 姚晨 姚晨是福建人 他最早是 西安电视制片厂 一个老导演 叫林子峰的孙子的孙媳妇吧 后来好像离婚了 又嫁了一个摄影师 然后姚晨 我知道的他就是演那个 电视剧 不是誓言无声 叫什么来着 潜伏 对 跟孙洪雷 我基本就看这个 别的我没看啊 关小彤 那不是那个什么 不是评书大师 叫什么 琴书大师 还是什么 是吧 还是叫什么 反正是个曲艺界的大师 是不是官学增的 官学增的孙女 是吧 关小彤 是个满族奇人 还有岳云鹏 哎呦 小岳岳 是吧 郭德纲的大弟子 这是要闹文革吧 这不是当年的文革 不就从文艺界开始 从一篇文章 凭什么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是吧 这个舆论呀 这个宣传呀 文化呀 文艺呀 演绎呀 明星啊 是吧 岳云鹏 这咱们就知道了 这人我才不知道 我太傻了吧 狄丽热巴 狄丽热巴长得漂亮 是吧 演过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老 出头露面 是吧 老在这个舞台上混 新疆的维吾尔族 是吧 肖战 不知道 战斗的战 李毅峰 可能我岁是大了哈 荣毅的义 山峰的峰 李毅峰 王一博 蔡徐坤 可能都是演艺明星吧 是吧 还有谁呢 还有吴京 吴京咱们都知道了 战狼啊 不就是从他这来的吗 吴京 吴京就住旺京 住旺京 就我们家北边 那叫什么小区 我想想 克拉斯 后边叫 惠谷根源 吴京就住 惠谷根源 惠谷根源 住了好多人 赵本山 然后那个谁 那个 零点乐队 原来的主唱 周小欧 还有周小欧 原来没离婚的那老婆 原来跟他也也住 那个 惠谷根源 叫唐平 唐平 对 谐音是躺平 唐平现在不是到美国去了吗 那女的湖南的 也是玩摇滚的 现在还给郭文贵他们 给郭老七 不是还写了一些歌曲吗 对吧 给这些小蚂蚁 蚂蚁帮 郭粉 是吧 唐平 原来都住那啊 我们跟他们很近 离着两三百米 我们那小区啊 跟他们 然后有霍思燕 霍思燕我知道 是个女的 女演员 佟丽雅 佟丽雅也是新疆的 西伯祖 西伯祖啊 有人说西伯祖就是满族 过去这个有叫满洲六十六部 满洲有六十六个部落之一 叫西伯部 后来单单立出来叫西伯祖 新疆查不查尔 西伯自治县啊 代查 说这些人代查 然后说徐亮 徐亮已经 徐亮25号已经自首了 交代了一大批经纪人 结果周一就查了赵薇 听这意思是徐亮 然后交代了一批经纪人 然后把这个拔出了萝卜 带出了泥啊 把赵薇给查了 徐亮我熟啊 徐亮是我的邻居 我跟他本人不熟 见过一两次跟我住同一个小区啊 然后徐亮他妈我熟 为什么呢 我那会儿搞业主维权 08年09年 他妈一开始也支持我 但是后来我不弄了 他妈就不认识我了 本来是认识 哎走在小区的路上 一扭脸就连招呼都不给你打了 他认为是吧 就是利用不着你了 你没有利用价值了 好像他妈是东北人吧 啊徐亮啊 我们小区住着好多演员 有这个演过李鸿章 演过什么 那个什么建国伟业 什么里边那个叫什么 演过张岚啊 就是那个张岚不是民主人士吗 当过副主席 那个王冰老头山西人已经死了 当年我搞业主维权 给我捐过两百块钱啊 不是给我个人啊 给我们那个业主委员会筹备组 啊王冰已经去世了 他老伴是清华大学校医院的 还有一个叫白凡的 你们还记得吗 也是演员啊 平凡的凡白凡啊 有个小女儿 白凡也住我们那儿 我我们也认识 还有住住我那个同一栋楼的那个王丸 也是新疆来的 特别胖啊 演过新版的四十同堂里边的胖橘子啊 还有那个演新版四十同堂里边 大尺包的那个徐松子 也住我们望京啊 住我们小区的就不少演员 还有 还有个女演员 我忘了名字了 也住我们小区 但是她常年生活在国外啊 那会我搞夜委会 她也表示支持 但是也就是口头说一两句 因为她说我常年住国外 是吧 然后还有黄晓明 黄晓明不是长得挺漂亮啊 然后一个盛大的婚礼吗 青岛人吧 林心如 台湾的呀 那不是当年拍那个环珠格格 林心如 范冰冰 赵薇 他们仨不是后来就火了吗 陈坤 陈坤这不是好多年不怎么出来了吗 陈坤长得细贫的肉了 是吧 黄磊 黄磊是个 他是个老师啊 他是北电的 还是中戏的 是北京那个电影学院的 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好像北电的老师 黄磊有两个女儿好像啊 也挺恩爱的显得 李维嘉 李维嘉是谁啊 不知道啊 维护的为 嘉奖的嘉 不知道这人 说还有纳英 还有纳英 也要查 是吧 这咱就不清楚了 好吧 看看啊 要搞第二次文革了 是吧 本身你这种影响力 啊 这些明星话语权 是吧 你有话语权 你有影响力 前一段 为什么 那个延办了 那个郑爽啊 你郑爽呢 他去 去美国生孩子 带孕 但是他又不要了 是吧 后来又不想要这孩子 想弃养 那这就麻烦了 本来你去美国生孩子 带孕 你有钱 是你的事 但是你不生孩子 这跟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可就是 大逆不道 就是忤逆 就是违背的 对吧 因为现在鼓励生三胎啊 是吧 现在不但二胎都不管了 三胎都鼓励了 生四胎 五胎 估计都不罚款了 都得是鼓励了 英雄母亲了 所以你不要孩子 你这不跟党中央 是吧 唱对台戏吗 能容得了你吗 还有现在 我不是前两天说了吗 现在国家穷了 国库 空虚 当然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是贪污腐败 但是这些演艺明星也都不是好东西啊 说实话 为什么呢 他们首先是阴阳合同 这个前几年崔永元就打过这个 对吧 阴阳合同 为什么阴阳合同呢 就是要偷税漏税 其次 主要还偷税漏税实际方面 还有就是转移资产 通过阴阳合同 把这个钱给洗白 或者是洗到境外 资产转移到境外 所以这个事 是吧 你共产党 是吧 这个这个 一尊 现在容不了你啊 他也打不了江 对吧 江泽民当初 不算提拔他 也是把他点头了 最起码 你上台 我没 是吧 没阻拦 没阻止 没阻挡 没反对 所以他现在也不能弄 另外你弄到江泽民这一级 就相当于 共产党的合法性 那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对吧 江泽民虽然贪腐 但是他政治上 他不像胡 他不像胡耀邦赵紫阳 对吧 他们有点想搞民主 想走更开明的道路 你江泽民政治上是保守的 闷声发大财 闷声发大财 主要发的是 那些高干子弟 红二代 官二代 以及贪官本人 对吧 所以这就是 拿这些人开刀啊 杜海涛 张一山 张一兴 姚晨 杨子 关小同 岳云鹏 狄狄热巴 肖战 李一峰 王一博 蔡徐坤 这个吴京 霍思燕 佟丽雅 徐亮 赵薇 黄晓明 林心如 陈坤 黄磊 李维嘉 纳英 啊 都是大咖啊 大咖云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派他自己的老婆 江青 亲自抓文艺界 那会儿叫文艺界的棋手 对吧 文艺界棋手就是江青 那会儿我二姐在中国 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 文化大革命时候不叫中央音乐学院了 叫中央五期艺术干校 就在昌平的朱新庄 后来是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农学院在那啊 农学院也是我客户 所以那会儿江青就老秀 我二姐他们那 你看那会儿就搞八个样板戏 别的所有的不让眼 这就是洗脑 舆论控制 控制舆论 把你大脑给洗的傻 是吧 所有的明星 只要你的意识形态 你带的风向 你的价值观 包括现在打这个饭圈 饭圈就是fans 粉丝圈 对吧 这些人啊 都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 就不让你有影响力 就是除了最高领导 除了number one 任何人不能有影响力 这叫什么呀 这不叫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叫什么 对吧 领袖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领袖 只能有一个明星 其他人都是楼椅 都是屁民 都是韭菜 都是跪在地下 匍匐在地下的人 所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先得立一个神 先得个人崇拜 造神 把神造出来了 那你 那其他人就连人都不是了 其他人就是 小鬼 小楼楼 小鱼 小虾 是吧 至少 靠我